年輕人 車子來了 別再玩了 年輕人 阿姨,今天也早啊 早啊早啊年輕人 年輕人啊 你這麼年輕 怎麼會想做這份工作呢 阿姨 因為您要去的地方 還有好長一段路 您先坐好 我慢慢說給您聽 阿健 等一下我們出去吃飯吧 等一下 還要回去接我爸爸的工作 改天吧 好吧 那個天吧 拜拜 爸 我回來了 來 我們好久沒有聊聊了 今天生意好嗎 一天再沒幾個課了 油價又一直漲 此行比超商的工資上還不如 真的可以這樣繼續下去嗎 這個問題我也認真想過 我去問了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剛好有在辦理大客車駕駛人訓練班 公車司機的薪資是底薪加燙數 載客營收抽成 也比開計程車穩定 你想試試嗎 聽起來好像不錯 那明天我就去問看看 請問這裡有報名大客車駕駛人訓練班的課程嗎 有 這裡有報名表 麻煩請幫我填寫 我再慢慢為您解釋我們的課程內容 阿建是嗎 嗯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的課程 嗯 我知道了 就是 阿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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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,就是這樣 開公車一趟時間很長吧? 對啊,一趟車程約兩個半小時 孩子,你不覺得辛苦嗎? 阿姨,其實我很滿意現在的工作 穩定的收入又可以幫忙支撐家裡的開箱 只要是十五至六十五歲之失業者及轉業者 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培訓職業轉換者或失業者 學習基本職業技能 以提升職場就業競爭力 有這麼好的訓練課程 我也要叫我的孫子趕快去